L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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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桃園 西国 新山道! Lam-Lam-La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先来看看 听一听的单元 现在请看看 情境图里面有谁呢? 是的 里面有Nuru 还有爷爷和奶奶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请听听看经过念第一句 Nuru看到爷爷 他会说 爷爷早安 再来 那看到奶奶当然就要说 奶奶早安 第二句的奶奶早安是 接着我们来看看 第三个 第三句是 Nuru看到爸爸和妈妈 那你有看到吗? Nuru背着书包 要上学去了 所以这时候 Nuru会跟妈妈说 妈妈再见 那 Nuru已经跟爸爸妈妈说再见了 妈妈和爸爸也会跟 Nuru说什么呢? 他们会跟 Nuru说 Nuru 路上平安 Selamat jalan Nuru Selamat jalan Nuru 现在让我们来进行 选一选的第一个活动 你有没有看到 荧幕上有四个句子 那我们来听一听 到底是哪一个句子才是正确的呢? 请听听看 Selamat jalan Nuru 有听到了吗? 那我们再来听 第二遍哦 Selamat jalan Nuru 好 你选定了吗? 请问 你的答案是? 是的 答案是 四 Selamat jalan Nuru 意思就是 Nuru 路上平安 你答对了吗? 答对了 那我们进行 第二个 第二个 请听听看 Selamat jalan Nuru 好 听第二遍哦 Selamat pagi nene 请选择 请问 答案是 三 Selamat pagi nene 奶奶 早安 接着我们看 第三个音档 请听听看 Selamat tinggal ibu 听第二遍哦 Selamat tinggal ibu 请选择 你的答案是 三 Selamat tinggal ibu 妈妈 再见 好 我们来进行 最后一个 请看看 荧幕上的四个句子哦 请听听看 Selamat pagi nene 第二次哦 第二次哦 Selamat pagi nene 请问 请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答案是 答案是 Selamat pagi nene 爷爷 爷爷 早安 你都答对了吗 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二个 选一选的第二个活动哦 选一选第二个活动 请看看 Nuru 他说出来的更 我们荧幕上的字 到底是符合的吗 如果是符合的 请 打 勾 如果是不对的 那就是 错 好 那我们听听看哦 Selamat tinggal ibu 那请问 听到的是 是的 他就是 Selamat tinggal ibu 妈妈再见 你答对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看 你听到的 跟Nuru说的 是同一句吗 Selamat Jalan nene 是同一句吗 对 你的答案应该是 错 对不对 所以是不同哦 Nuru要说的是 Selamat Jalan Jalan 打 很好哦 很好哦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来进行 换一换的活动哦 请看看荧幕上的 换一换的四个句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句子 Selamat Pagi爸爸 爸爸早安 Selamat tinggal ibu 爷爷再见 Selamat jalan nene 奶奶 奶奶 路上平安 Selamat tinggal ibu 妈妈再见 你有发现吗 这四个句子 都有不同的人物 而且呢 情境也不一样 但是 四个句子里面 都是和 Bersalam 问候有关 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情形下 不同的时段 你跟人家打招呼 面对不同的人 都要有不一样的词 放上去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 换一换的活动 请看看情境图 情境图呢 有看到吗 太阳 Nuru 和Lai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第一句就是 Selamat pagi 早安这个词 那要看到谁 要说早安呢 Selamat pagi nene 奶奶早安 很好哦 Nuru看到了奶奶 就会说 Selamat pagi nene 奶奶早安 那如果Nuru 看到不一样的人呢 我们来看看 现在Nuru看到的是 爷爷 那Nuru应该说 Selamat pagi 换一换是针对 同一个人 但是你在不同的情形下 你会跟他用 不一样的问候语 比如说 看到现在这个 荧幕上的情境图 也就是早上的时候 Nuru看到了妈妈 她会说 Selamat pagi nene Selamat pagi ibu 或者是 Selamat pagi emma emma 妈妈早安 那早安的时候 她要去上学咯 上学的时候 妈妈带着Nuru 去上学 这时候呢 Nuru看到了 她要离开咯 她就会跟妈妈说 Selamat tinggal ibu 或者是 Selamat tinggal ibu 也就是 妈妈再见 还有的就是 妈妈把Nuru 送到去学校 她要回家了 妈妈要回家 Nuru也会担心妈妈 但是她还是 很关心妈妈的 跟妈妈说 Selamat jalan ibu 或者是 Selamat jalan ibu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 这句话就是 妈妈 路上平安哦 好 你都答对了吗 嘿老师 嘿 怎么了 可是我听 马来西亚的朋友说 在马来西亚房单 可以打折 有这件事吗 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是有过 就是政府 然后如果发现到 好多罚单都还没有收回来 那他就会再公布说 你们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 缴罚单 就会有一个优惠 或一个打折的动作给大家 这样子 真的假的 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这个说不定 因为呢 他就是根据 他们发现到 这个 这一次的那个罚单 太多了 还没有收回来 那他们就可能会配合 可能现在开再结了 他就会说 开再结了 我们给你们一个优惠吧 请你们 在这段时间里面 来缴罚单 我们就会给你打折 但是呢 他是不是不 不 就是不是准 一定会有一个标准的时间 所以还是奉公守法好了 不要有罚单比较好 你就不会担心有这个 打不打折的问题 了解了 谢谢老师 不会不会 今天我们的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你们都学会啰 那我们下次见 Jungbalagi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